詞・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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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本課呢 這個 三個時間大家要知道 時間二十到十二點十分 就是禮拜三 然後 我的office hour 那是在校長區 所以說是每個禮拜一的九點到十點 然後 這個主要對象的話就是 就是非常的廣泛 因為禮拜實驗事實上 現在日常生活上都是很重要 醫藥同事人員工會和尤其病學 還有抑防醫學 這些都是 還統計的學生套點 是都非常重要 我們的課程是被這個臨床實驗 最主要是方法學 給各位做一個整體的介紹 給各位做一個整體的介紹 那方法學的話 事實上就是 因為這個臨床實驗是用人來做實驗的 所以說我們要符合一些政府的法規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GCP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GCP 這個臨床實驗 事實上是包括 主要是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實驗設計 我們如何來搜集資料 第二部分就是 臨床實驗的執行 執行的話 有 可以分為 就是說 是不是有按照政府法規 可以來執行 然後再過來的話 資料搜集完之後的話 那就要做資料分析 然後還有報告的卷行 那但是我們這門臨床實驗的課 一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 同學在寫完這門課之後的話 能夠至少 能夠自己來卷行一個 這個臨床實驗的計畫書 臨床實驗的計畫書 有這個獨立來寫計畫書的這個能力 希望自己能降低 謝謝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們這個 商科的方式 剛才這個 金老師也有講過 就是說 我們沒有考試 那我們會有兩次作業 然後呢 我們會有兩次報告 那第一次報告的話 是對於文獻 這個臨床實驗的 這些paper 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和批評 然後第二次報告的話 就是對各位所倔協的這個 大家要寫一個臨床實驗的計畫 OK 然後上台報告 然後我們會 老師跟同學都會提出一些問題 來請教你 所以說 我們的課程呢 就分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的話就是設計 所以說我們這邊有設計一 那今天的話就是 尤金老師來做這個 這個 這個 序論的介紹 然後 我們就會 按照這個 設計 OK 有1 這個inclusion continuar 還有臨床實驗的設計 然後 實驗 這個設計2的話 就是學機分配 OK 然後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癌症的早期臨床實驗是跟其他的單一樣 然後我們也會介紹 最近比較 大家有聽到的 這種標靶設計 然後 再過來的話 這設計計畫完之後 資料收集完之後 我們就會做總經分析 那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你臨床實驗要收集哪些資料 那個指標的選擇 OK 這是很重要的 然後 再過來的話 分析2 那就是說 因為那個 資料事實上是分為三大型態 一個是連續型資料 連續資料的話 還可以分成兩大型態 就是說 是不是符合常態 另外一個是 是不是不符合常態 然後再過來的話 就是類別資料 然後再過來的話 是射線資料 所以說 我們這個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 連續型資料 大家在學諸童的時候 大概都已經有學過 譬如說 T-Test的 或者是變異數的分析 那我們這邊會講一些 這個五五數 當然會有什麼方法 然後 會講這個 cumplemental pencil的方法 也就是說 譬如說 這個臨床實驗 常常是會在 不同的重點來做 對不對 然後 我的這個 這個 end point 我的指標 是一個 yes or no指標 所以說 我會有好幾個 二折二的表 那我如果 如果 將這幾個 獨立二的表 的結果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就用這個 cumplemental pencil的方法 然後 我們會講這個 存活分析 那 現在的 臨床實驗 有很多的目標 它並不是要證明說 這個臨床實驗 比現有的 這個藥還好 是 要證明說 我臨床實驗的目標 我新開發的藥 在療效上面 不會比 現在標準的 這個 這個藥 來得差 但是安全性 或者是 使用上 比較方便 這種叫做 黑液性 或者對冷性的 那個 實驗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因為 有時候 這個臨床實驗 所收集的這個指標 非常多 好 那我們 在 評估的時候 在做 假設檢驗的時候 要考慮到 多重比較 好 那做 批白的調整 然後 溫數價 然後再過來的話 就是 這個第三部分 分析第三部分 就是樣品的大小 好 然後 這個 那很多 現在幾乎 美國 NIH所 所執行的這個 這個臨床實驗 都會要求 要做其中分析 比如說我在 臨床實驗 進行的一半的時候 我來 做一次 這個 集中飛機 來看看 這個臨床實驗 這個療效 是不是 的確是很好 或者是這個臨床實驗 這個安全性 這個是很差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有機會 來提早 這個 停止實驗 那如果是 藥效是很好的話 那我們可以提早 提供這個 這個 有效 給這個 需要的病人 那如果是 安全性出了問題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早 提早 這個實驗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藥 安全性不夠 這就是 這個 跟這個資料 這個 安定委員會 也是有關係的 那再過來的話 就是執行 執行的話 就像所謂講的 這個TCP 因為我剛才講過 這個硬房實驗 是用我們來做實驗 所以說呢 要符合政府的一些標準來保護受試者 所以說我們就有藥品優良 臨床實驗規範 可以來評估你臨床實驗做出來的紀錄 OK 像我現在是 那個plus1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統計 這個審查員 那他審查過非常多的臨床實驗 那他們都要附贈 他們都要附贈 OK 那 那 除了療症之外的話 這個 不良反應 也是非常重要 OK 安全性 藥物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說我們會 特別 有一個禮拜 講這個 不良反應 和不良事件 那再過來的話 就是各位的這個 其中報告 那 跟各位 稍微講一下 不好意思 各位我前面 就是說 我們會 對學生來做分體 idea來講的話 是三個的一組 那 現在今天就可以分組 我們希望不同領域的同學 能夠在同一組 讓大家有不同的音樂 那我們希望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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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在這個 加退選 加退選 OK 這個 決定之後 OK 結束之後 的一週 OK 大家分組的名單 就要出來 這樣何師傅可以再上來 謝謝 是 再搶給你 OK 大概是 應該是3月11號 最晚是3月18號 OK 這個 分組名單 就要出來 OK 分組名單就要出來 3月18號 OK 那這分組名單的話 就請各組 交給我們的那個 那個 主教 OK 好 不好意思 然後 其中報告嘛 就會 大家可以 我們會提供一些這個 這個 這個 paper OK 我會見到自己有 update一些 那這些 paper的話 是另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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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OK 這個 paper OK 請往下面走 OK 這個 paper 有分好多類 那第一類的話 以後我們就會講到 第一類是 就是 shirpiality trial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trial的 這個目的是 證明說 你的這個 處理 可以比對照主要來得好 OK 這個叫做 優勢 trial 那這邊的話 就有幾篇 是 這個 今年的 2015年的 這個 那另外一類的話 就是我 我剛剛講的 這個不練性的 trial 這個 non-inferalty trial 就是我實驗的目的 以後 是要證明說 我的實驗主 的療效 不會比對照主要來得差 再這樣 那另外一個 就是叫做 Equenzial trial OK 那Equenzial trial 通常是做這個 薰冰藥的 薰冰藥 的實驗 就是說 我的這個 處理主的療效 不會比對照主要來得差 但是也不會比對照主要來得好 OK 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這邊的話 還有一些 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 這個 疫苗的實驗 最近有一篇是 是做這個 登革的 OK 做登革的 OK 做登革的 OK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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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走 OK 這個 然後再過來的話 有一些 叫做 預防性的 trial 叫做 就是 病人沒有病 譬如說 像我這樣年輕大的 對不對 現在 解釋師 就會解釋說 我們每天兩天吃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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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 結果 就是因為 預防性的 這個trial 所做出來的結果 是美國的 這個 UOS 的結果 那 但這種trial的話 通常 這個 藥物組都要很大 因為是健康人 那 現在有很多 像台灣的話 做這個 這個診斷工具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 這方面的東西 然後 還有一些就是 Outcome 很多 像 降血壓藥 它的trial 這個指標是 血壓 但真正的目的 我們吃這個降血壓藥 真正的目的 是預防 會不會走風 會不會心臟病 那這種 結果性的trial 那這種trial的話 就是 要比較長的時間 再關聯話 這邊就是 Cluster of Regenization 好 就是說有些trial 它 不是用人來做 隨機分配的單位 它是用一個cluster 譬如村莊 我要在黑洲 看看這個 某種疫苗 是不是有效 那我是用村莊為單位 來執行這個 這個 這個 隨機分配 另外就是 一些behavioral trial 通常就是 我們一些 這個 精神病 ok 這種 這種東西 然後 跟這個 比如說 我們在做這個 減肥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用 一種其他的 這個 不是藥物的 減肥方法 通常以前的話 我們在做減肥實驗 這個p file 一定要顯著 要想一定能夠 才能登出來 但是現在的話 觀念都已經改變了 就是說 即使一個negative trial 事實上 也是有意義 所以說 今年的話 我們這邊就會 提供一些 這個negative trial 那 我這邊 今年 請你再往下走一下 那這邊的話 也有提供幾篇新的 然後 這邊他們 different 濉大的減肥 對不起 有沒有把這個 解老師跟杜毓康的 PA法本放進來 這集 它們在這個 BMJ 有一篇 非常經典的提到 我這個 忘記放了 然後 我們前面這些tri v 大部分就是 第三期的 알고查理 解老師 和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告訴你們 第一期 第三期 但是 找 condiciones promise 是滿重要的 所以說我們今天就會介紹一些早期的使用 所以說這就是我們大概提供的一些PayPal 大部分都能夠從聯繫交流概率所摘入下來的 如果大家自己可以找到 你覺得更適合的這種PayPal你也可以 這個是聯繫實驗結果的PayPal 另外有一個Target Trial 那個是比較偏方法學的 它比較不太講這個聯繫實驗的紀錄 它是講聯繫實驗的方法學 大家也可以真讀的來看 然後再過來的話就是聯繫實驗的執行 很重要的計劃書怎麼來寫 那計劃書寫得好不好 那現在也是有人 有一個評估的標準叫Spirit Chemnist 我們也會講 我們有雅士作業 第一次作業的話是在4月8號交 第二次作業的話是在6月8號交 一兩次作業的話在交流體系 然後 那統計分析 那一般我們做這個聯繫實驗都是用平均設計 但是有一些的這個Trial它是用交流設計 那交流設計的方法是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會跟這個計劃 然後再會跟各位講說 這解釋實驗它是標榜設計 因為標榜設計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 譬如說你這個核散體 是治療這個母癌的這個藥 它是單冬抗體 但是你要用這個藥的話 健保局就要說 你一定要核酷6基因 是套體 是3+. 所以說它有一個標榜 那這個標榜的話 事實上它需要兩關 第一關就是說 你在進入這個實驗之前 你要先檢驗病人有沒有這個分子標的 然後有這個分子標的才有這個藥 那檢驗分子標的 大家知道檢驗的方法 不會百十一百對的 OK 它有這個陽性預測值 它有陽性預測值 那這個我們在這邊就會跟各位講 達到影響 那再過來的話 就是疑荒實驗的這個執行的話 怎麼做摩托騰 怎麼做audit 怎麼做inspection OK 那檢老實最近也有取話 所以說也有很多經驗 那最後的話 學生有兩次的這個最後的Portacle Portacle 我不太跟各位同學稍微講一下 這個Portacle 這是你的出版 是在5月20號要交 然後我們會給一些建議 建議完之後 OK 這個Final OK 是在16月17號要交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會請那個 這個這個 這個楊之欣這個主任 這個主任 他應該是現在是 現在醫院部的主任 醫院部的主任 那楊醫師是這個 在國內做這個 這個叫做跨國性體狀況實驗 大概是最多的 今天也非常工夫 今天也非常工夫 所以說我特別請他來 那個講 一個非常成功的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藥 在 由他來 已經講得不做這個肺癌 然後在台灣做完之後 台灣TFDA 在美國FDAP的之前 我們就批准了 這是台灣第一個例子 OK 在我們這個楊校長的這個 這個大力支持之下 簡老師會不會再 土地安藝回上去一點 OK 這個 這個其中報告 那我們是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4月15號 4月15號 大家要記起來 4月15號 每一組要交這個 你要報告的題目 然後4月22號 題目交給我們助教 OK 交給我們助教 然後4月22號 4月22號 這個 這個 將投影片 報告投影片 OK 轉 我可以交給助教 主持續的班 可以交給老師 不知道大家 監獄師會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只是跟各位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楊老師 楊教授老師 因為他本來應該在6月3日 要跟他要上 不過因為他說6月3日 他要去美國開會 所以我們都已經把時間安排好了 所以到時候安排在做補充 因為我們6組 所以前3組 會在6月3號就要報 這點也跟大家講一下 我想大家上課 剛剛劉老師講的 就是說我們都很希望照schedule 這樣進行 不過如果中間有困難 或者有什麼不清楚的話 已經早點跟劉老師 跟我一起做討論 我們沒有期望 就不用擔心 那個是學校的schedule 另外有幾本reference 對對對 這個reference 可以有滿多本的 當然我這個就是老王賣瓜 所以說就稍微慢一下 那我寫的這個立法實驗書 現在是第三版 那個楊教授老師有帶第二版 這是第二版 然後我的第二版 這個是北京大學醫學出版社 這個是中文的 這個是原版的 然後這邊有第三版 那這個書是台大學醫學 他有電子版 然後另外一本就是 這個fraignment 和fiber 和dimage 可以寫的 這個書是不錯的 一本書 fondamental 比較小本 這很精簡 這個dimage 也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然後另外一位 就是clical child Mathalology 那 他是醫生 他是個癌症醫生 他又是統計學者 所以他有兩個理由 他是在jus hawkins 一本教 接下來 好 我們評量方式的話 就是跟各位同學 稍微講一下 home work 百分之三十 其中報告百分之到十五 然後其中報告百分之四十五 所以說 除了你自己要報告之外的話 你也應該對其他組報告提出 你個人的看法 我這邊不要講批題 就是看法 大家要學習一個同儕 互平的這種態度和精神 所以說 所以說 然後計畫書內容的話 因為三個人一組 每個人可能負責不同的部分 所以說 你所提供的 這個貢獻的部分 你要把它提出來 可以 就像大家以後要投廣也是一樣 可不可以多選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你修完這門課 我們檢所長還有院長 非常的支持我們這門課 所以說 一般的課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認證 但是我們可以得到 GCP 臨床試驗 像他訓練 三十小時 OK 也就是說 你拿七萬種課 你可以拿到這個證書 你就可以在台大 可以做臨床試驗 做臨床試驗 教老師 有什麼要再補充 這個GCP的認證 我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各位同學可能知道 就是說 現在在台灣 支持臨床試驗 政府規定就是說 你要有幾個小時的 這個相關課的課程 所以很多人都要去補那個學分 或者那個點數 那其實我們這堂課 我們不會要規定 就是要參加寫作業的 報告的 跟Proposal寫作的才有 如果你只是旁聽 是沒有的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先事件講清楚 然後 這個課程的 這個我們會做一個證試 那到時候 譬如說你在你的醫院裡面 執行臨床試驗 他要求你要相關證明 這個就你可以附上去 這個是被台大艾涵醫師認證 有相關的 這個可以各位講一下 對於剛剛劉老師報告有關 跟這個課的CELFUS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質問的地方 因為來的同學好像比上面簽了很多 因為我們算起來大概二十幾位 不過我想原則上就是說 還是以三個一組 我們最後就是大概六組左右的 人數為主 不過就跟那個同學報告一起 那是不同背景的 譬如說你是醫師或者 Health Professional 你就是先以你為中心 然後CELCOE 譬如說有統計的 有病的 還有這個不同背景 就形成一個PIN 那我這次看起來也有幾個 跟藥學有關的 藥學系或者是 這是非常好 那醫工還有生技的 這個都非常非常歡迎 所以這段課其實就跟劉老師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只要你有Essential的統計的概念 知道T-test是什麼 知道K-square是什麼 就可以來修了 所以請大家不要太壓力太大 而且其實我看了劉老師的講義 我自己覺得說非常有說過 特別是他裡提的很多很多例子 跟那個Program還有那些 都是未來我們真正在之前要用的 你就直接拿來抄 都不能說抄 還是要Modify一下 就抄你就可以用了 這個是非常有用的這堂課 這以上 我們為什麼要 就是說希望不同背景的同學 可以來做分組 因為你將來出去 真的做裡頭的事件 也是這樣子 沒有一個 就是說你單獨是一個醫生 或單獨是一個藥師 你要做裡頭的事件 你是做不來的 一定要有統計 要有藥學 要有毒品 這些醫生 那那個POTOCO要不要給他 對對對 POTOCO POTOCO 所以說我們這門課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大家要能夠寫一個POTOCO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因為我個人 1995年回到台灣之後的話 我一直有參與那個衛福部的 那個瘋狀實驗的 江灣的這個活動 那你就發現說 台灣的這個 瘋狀實驗幾乎80%以上 都是國外藥廠的這個瘋狀實驗 那國外藥廠在台灣做瘋狀實驗 就給台灣醫生 一個POTOCO 你就照這樣做 所以說大家就 就懶了 然後真正要寫一個這個POTOCO 事實上不是那麼容易 OK 就不會寫 OK 那 我就盡量避免 我們這個 台灣的瘋狀實驗 你變成蛋公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說我們要有 要有盈利的改例 來寫這個POTOCO 所以要寫這個POTOCO的話 就是 這個 這個 我們這個FinalPOTOCO 應該有包括這些項目 第一個就是 計畫書 然後 因為這個 這個瘋狀實驗 不是說你寫完 你就可以做 你一定要得到這個IRB的 這個核准 那即使你申請科技部的計畫 你要注入瘋狀實驗 OK 你要提出這個IRB核准的證件 OK 你才能夠申請科技部的計畫 然後 這個 還要提出一個 這個 受制的統一書 infoam percent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然後 然後 Inhal實驗 這個 計畫書 會規定說 你要收集哪些資料 那這個資料 收集的表格 叫paste for form 所以說 這個叫受制者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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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表 然後 就是 因為我們會 給你一些建議 對不對 讓你對我們的建議 提出一些 這個回應 所以 報告的話 我們希望 不要超過14頁 OK 不要超過14頁 OK 那第一頁 是一個 cover page OK 然後13頁 OK 第一個 這個cover page 就是它的title 還有 就是 就是 你們 教母成員的名字 OK 每個人 是在做什麼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schema 就是一頁 比如說 你這個磁化實驗 譬如說你是一個 屬於雙網的 對不對 那你什麼時候做 做 然後分了兩組 是怎麼樣 那這個 在這個 都會有 大家可以去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 你做這個磁化實驗的理由 理由在哪裡 OK 就是說 你為什麼說 你這個磁化實驗 OK 現在的這個藥 有哪些缺點 OK 有什麼gap 你要把這些理由 講得很清楚 OK 然後 你要提供一些 這個 足夠的這個 背景質量 然後 來講 你為什麼要做這個磁化實驗 那我們這個 算是給你一頁 OK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實驗的目的 實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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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好就是說 你實驗目的 最好是 非常specific OK 你的實驗目的 譬如說你要教訓 OK 你的實驗目的 一定要講說 你是不是要 是不是一個 要證明 你的實驗主是 要比對我們來的好 或者是你的實驗主是 不比對我們來的差 OK 你用什麼指標 來 來這個 評估 一到 半頁到一頁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 這個 病人的族群 就是 你要定義 inclusion criteria 和 那 通常 inclusion criteria 都是 定義 疾病的範圍 那 exclusion criteria 都是 要排出 一些 這個 這個 藥會引起 不良反應的東西 所以說 這個 我們將來 會相機介紹 然後 最後 再一個就是 這個 你的 研究設計 你為什麼不用平均設計 OK 那你為什麼要用這個 教他設計 這些 然後 再過來的話 就是 你這個研究的處理 處理的話 可能有實驗主 可能有背道主 OK 然後 這個 intervention 是怎麼給 到底是 TID BID QD 或者是 或者是 infusion 或者是 或者是 那個 皮下注射 那 劑量是什麼東西 然後呢 那個 剛才有講過 心理是怎麼樣 然後 再過來的話 就是主要聊天子 主要聊天子 那你要做一些描述 OK 比如說 血壓 血壓怎麼量 OK 就如此類 然後 另外就是 如何來蒐集這個 這個 safety information OK 比如說 這個不量反應 OK 然後 這個 然後 一個很重要的 教育師 就是 嚴重不量反應 一定要通話 那 嚴重不量反應 會有 一些定義 所以大家 這邊 這邊是 一頁 然後 再過來的話 就是 資料的分析 資料的分析 不同的 這個 不同 類別的資料 要用不同方法來做分析 然後 是 然後 我們做一段時間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收了一百人 OK 實驗完了 絕對不會 正好一百人 你一定會有 VCM 你VCM 那你要怎麼處理 OK 好 那 有沒有Internals OK 這些東西 不知道要找 然後另外 就是 這個樣子需要多少 對不對 所以 那 你一定要 對於你的實驗 譬如說 你的 你做個血壓藥 那你這個血壓 你這個血壓要 期望它降血壓 譬如說 diastonic pressure 要降多少 然後呢 這血壓 這病人之間的病例是多大 那根據這兩個 那根據你的 Alpha.0.0 你的POP 來發行 來算一下 你的樣子數 所以說 這邊 你們就會講樣子數計算 那我們作業 也會有 樣子數計算的氣息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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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理的考量 因為這個 凌晃實驗是用人來做實驗 所以倫理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 然後 那我們在做分析 或者在做凌晃實驗 樣子數計算的時候 常常會用到一些軟體 OK 那你可以 那個 講一些你的軟體 這個是怎麼樣 然後 你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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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立方實驗 這個 這個 你特定的 要降 這個 療效的 實質是多大 OK 然後 這邊的話 意思是一樣 就是RB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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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制者同意書 還有 更要報告表 那 這邊的話 這個 台大醫院 有這個控管的 這個RB的 這個大陸的 這個大陸的 可以 這個 就是講說 我們上個禮組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蠻重要的 其實這堂課 真正最後的收穫是這個 所以請大家 務必務必一定要 事先早點準備 對 還有一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臨床實驗的 這個計畫書 算是很簡單的 OK 那 就是 事實上 該有一個項目都會有 另外一個就是 大家去讀那個 我們所介紹的這個文信 那現在的這個 比較大的 比較有名的這個期刊 事實上都會要求 要提供計畫書 所以說 所以說 大家可以到那個 譬如說 我介紹的一篇 2015年的那個 Manson paper 那他的計畫書 一定放在 那個他的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上 所以大家可以 把它當錄下來 可以看看他 他是怎麼寫 一般來講的話 藥廠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計畫書是非常長的 OK 有得到100多頁 但是你看他的價格 跟我們價格差不多 是差不多 這個 我講 剛剛劉老師講的 非常重要 就是說大家在選擇 特別是啟動閱讀的時候 一定要去 網路版 你的那個 波動版 檔樓下來 待會我們上課也會講 現在其實 因為之前有一些事情 所以現在已經 那個所有的Jona 都已經要求 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 paper 要 Manson Center paper 要publish的話 你一定要事先做一個 公開登錄的一個 網站 那大家應該聽過 像NIHO的 Clinco Trial Bank Dark ORG的這個網站 就是NIH Sponsor 那其實像 在台大醫院 如果是做臨床事業 你通過這個 IRB之後 他會要求你 要上網去做這些登錄 所以這個是已經 目前是非常 open 而且是 都assess到的一些資料庫 這個我想 大家特別是 如果你自己 有實際在進行的時候 就一定要到這些網站 你去看看人家 現在已經在 航空裡面去殺你 做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這邊有一些 如果是 尼床仇院的人 你要做尼床實驗 一定要先登錄 一定要先登錄 不要說 你投稿的時候 對 你做電話登錄 哇 那你就完了 你知道嗎 一定要先登錄 是 那我們今天其實 剛剛劉老師已經幫大家 講了很多 包括計劃書的簡介 包括課程的內容 所以我就很快開始 我們今天的課程的部分 那這堂課真的是 非常非常歡迎大家 就是說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 對於不管你是 Health Profession的人 或者是你是 生物統計 流行病學的背景的人 或者是你是從藥學 或者是從生技來的很遠 因為實際上是 這個Pharmaceutical Industry 就是所謂我們的製藥生物 實際上是國家 或全世界很重要 GDP的一塊 那我想 這個大家都很容易 在報章雜誌 或者在報章雜誌 看到說 如果有個新藥發生 上線了 那這公司的股票就大漲 那前陣子大家應該聽過 就是說一個 一個其中報告一分一出來 說無效 馬上股票就價跌 所以其實 臨床試驗是有很強很強 像Finance 還有這個 那個Profit方面的考量 所以其實臨床試驗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細節 包括像 要注意像這個 Finance Comfit的Announcement 就是利益衝突的部分 還有一些活動 那這個部分 我們在後面的課程 都會跟各位講 所以你就知道說 整個臨床試驗 其實它必須 Follow一個很嚴格 很正確的方式來做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相對的一些 比較容易找到 跟臨床試驗有關的一些期刊 有一個期刊 叫做 Elisa 出的叫Contemporary 的Cringal Trials 大家有一個網站 大家回去可以 download 去看一看這些臨床試驗 像這個期刊 它很多都跟方法學有關 其實劉老師 剛剛沒有細講 就是說 其實目前來講 臨床試驗有很多 新的方法學的發展 像早期的 Face 1、Face 2以外 像現在譬如說 很多像標法治療 或者是像 Biosimilality 就是大分子的 這些 的治療 或者是一些 新的藥物的研發 所以這些期刊 就可以找到這些 Proposal 那這裡特別是 如果你是瘤病 生孔 或者你未來要做方法學方面 興趣的同學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些進步 那當然我們其實 剛剛劉老師也講到 包括像NEJM 或者加碼 這些很容易的 就看到一些 很重要的臨床試驗的 Paper出來 那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直接讀到說 它的Paper裡面一些議題 像我們瘤病統計 常常看的 Statistic Medicine 或者是一些 相關統計 Bio Statistical Methods 這類的期刊 也都會有一些 臨床試驗 相關的一些 Paper出來 大家知道 那事實上 在Internet 我想現在大概是 Google時代 像美國的FDA 現在已經 這個叫衛生署 現在已經衛福部了 那像CDE就是藥品產業中心 跟像HTA就是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就是在做健康技術評估的這些網站 這個都是Official的單位 他們裡面很多都跟我們臨床試驗 相關的這些評估很關心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剛剛講過了 那Portocall 剛剛劉老師也發了很多時間跟大家講 Portocall 唯一要跟各位講的就是Portocall 它是一個Bible 就是說一旦Portocall設定之後 你的臨床試驗裡面講的所有的訊息 都是Portocall裡面寫的 Portocall有寫你可以做 Portocall沒寫你不能做 不能說我已經有Data 我就做來做去 這是不行的 所以Portocall裡面的內容細節就很重要 好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臨床試驗為什麼在 在目前科學上有它的重要的角色 其實基本上 大家在問我很多都跟流病統計有關 我跟各位講 譬如說當流行病學 我們講Case Control Study 那老師都會交代說 你要把Case Control Study 當作一個字 為什麼 因為Case Control Study 它是一個Design 它有一個它背後 被要求的一個內容 一樣的臨床試驗 Quinkle Try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是RCT 叫Renolized Control Try 或者Renolized Quinkle Try 這些都有RCT 或者我們簡單叫Quinkle Try 大家把它想成一個字 因為這個字 這兩個字放在一起 它是有很特定的一個內容 那這個內容是指說 臨床試驗它本身是一個科學的研究 在人體身上 同時它去決定透過Prospective的方式 所以這樣講Prospective 我想流病的同學都很清楚 這個就是我們的Cohort設計 所以臨床試驗其實是一種Cohort的設計 它必須是一開始進行的 可是它跟Cohort最大不同的地方 是臨床試驗 它其實是透過一個所謂的隨機指派 待會我們會講 這個隨機指派 跟一般的概念上有什麼不同 它是一個前缺性的研究 去瞭解 去評估這個效果跟這個價值 哪方面呢 包括在預防性的 診断性的 治療性的 Agent Device Regiment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在臨床醫學上碰到的任何 跟診斷、治療、癒後 或者是預防的一些相關的 藥、Device 或者工具 或者是Persidio 都算是臨床試驗可以來評估的領域 所以其實臨床試驗本身 重點它是一個科學性的研究 在人類身上、人體身上 那我們為什麼要學臨床試驗 大家應該都要先問這個問題 我需要來這邊 絕對不是為了拿30個學分 最重要其實 學臨床試驗 第一個 當然我們會看得懂Pater 現在其實臨床試驗的Pater很多很多 至少我們學臨床試驗的方法學 聽完一個學期的課以後 你對臨床試驗的相關的Pater 你讀得懂 可以去解釋這些文章的情形 那同時對於特別是很多的 Health Professionals 我想所有的你們都可能未來 在你們的career裡面去 partition在臨床試驗裡面 可能你會去CRO公司 CRO公司是Contrast Research Organizer Organization 就是所謂的去幫忙 執行臨床試驗的情形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臨床試驗這個領域 其實充滿了很多的加工 很多的常用而已 比如說PI 或者是CRO 或者是 就是很多常用的CRA 這些都有它特定的名詞 所以大家習慣一下 這個就是行話 就是臨床試驗其實講完之後 你就知道說 我們常常用了什麼CRO 什麼PP IIT 就是很習慣用這些話 那這個沒有關係 SMO 大家聽一聽 以後習慣你就知道 這個其實就是指它 因為你在臨床試驗執行的時候 你就會引爆在裡面 像我們有一些同學 像玉佩真 這個行家也去參加 一個很有名的CRO公司 希望收穫很多 我還沒問他 CRO公司的一個 internship training 這個很難競爭 因為我知道其他同學 去apprise 沒有apprise上的 所以這個其實有很多很多就業 跟甚至你未來就業 或者是賺錢的管道 當然不是只要賺錢 不過在研究上很重要 那當然實際執行臨床試驗 特別這裡是如果你是 Health Profession的人員 特別是如果是MD背景的 醫師背景的同仁的話 你可能未來會去真正執行 臨床試驗 那你就必須要了解到 整個臨床試驗的這些內容 當然很重要很重要 剛剛表老師一直強調的 臨床試驗本身 因為他有很強的confront 而且finance上面的問題 所以regulation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事實上就是法規 或者法律相關的規定 事實上包括我們的 衛護部裡面的藥證處 或者是很多相關的這些地方 對法規的要求是非常要求的 為什麼 因為這是跟人類的生活 人類的身體健康是很有關係 你不可以因為說 我的純心是好的 那大家就可以用 一定我的純心好 我做出好藥 為什麼這是一個好藥 這是有相關法規的規定 所以法規規定 在我們這堂課 並沒有特別講法規的部分 不過法規是整個臨床試驗 很重要的一個部門 所以大家未來在其他的課程 或者其他的一些機會 一定要注意一下 臨床試驗裡面 是有很多很多法規上面的規定 那臨床試驗為什麼大家那麼強調 最主要最主要它是一個gold standard 所謂的黃金標準 黃金標準 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其他的研究設計 或者研究的方式 可以來比你說 針對這個 是可以比你臨床試驗 作為一個黃金標準 所以說了就算 說了就算 它不需要任何的compromise 臨床試驗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好的 所以它一方面是在科學上的研究 一方面是法規的上的決定 它是一個definite的answer 所以臨床試驗遠遠比 這個case control study 跟coho study 其他的design meta analysis 來的重要性 事實上 meta analysis 它雖然是收集很多的臨床試驗 大家如果知道 meta analysis做的做法的話 它雖然收集很多臨床試驗 可是真正 如果它來回答真正的問題 它還是得去contact一個 以它的primear endpoint的臨床試驗 來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臨床試驗 為什麼它是一個黃金標準 這個絕對是大家值得來好好做的 那這個臨床試驗的標準 有幾個要求 或者幾個我們常見的現象 臨床試驗它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個字 其實是realization 臨床試驗我們常常會 習慣上會講三個重要的component 第一個就是realization 學肌指派 第一個叫做double blood double blood 雙盲設計 第三個就是placeable control 那這三個 placeable control可以compromise double blood可以compromise 唯一不能compromise 就是realization 所以我們怎麼講 臨床試驗會前面講一個RCT 那個R就是realization 這個R絕對是來判斷 它是不是臨床試驗最重要的指標 那可是臨床試驗 是對於一個medical intervention 譬如說藥物 治療 或者是診斷 它是一個最後的方法 那為什麼這是一個方法呢 因為它其實是強調這個realization 不過注意 臨床試驗它本身其實是非常的慢 非常的沉重 非常的昂貴 對而且很重要 它會壓抑你對科學上的想像 跟知識上的追求 為什麼 而且它不可以隨隨便便 在你的protocol裡面 做一些creative change protocol可以改變 這個我們叫amendment 以後在劉老師的那個study 會講 可是amendment 是不可以隨隨便便去變更的 因為你一定要照一個規矩的程式 所以當臨床試驗的protocol被定了之後 它relative是限制 你隱忘在臨床試驗裡面的 這些人的自由想像 或自由行動 甚至是他的這些行為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臨床試驗相對來講 它是壓抑你去想一些天馬行空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它是它要去做一些相當規定 可是除了臨床試驗 並沒有其他的方法 能夠approach 對於這個我們真正的效果 還有強度 有足夠的精確度 這也就是它的兩難 那法規上的規定 在法規上的規定 就是說 執行一個臨床試驗的目的去 是主要去分別一個藥物的效果 跟其他的影響 那其他影響最重要就是說 譬如說本身臨床疾病自己的變化 或者是 placebo effect 或者是 bias observation 那大家學流行病學知道 像我們在做臨床試驗裡面 我們在做一般的研究 一定要注意一些很重要的 confounding factor 臨床試驗是唯一可以透過design 去把這些 confounding factor bias 唯一去把它排除的原因 所以FDA認為 在執行臨床試驗裡面 去決定這個 investigation 是足夠的 而且是 where control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求 所以你的臨床試驗的 documentation 就是我們的文件 必須很清楚的把你如何認定 這個臨床試驗的進行 它是一個 adequate 而且是一個 where control 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仔細地寫清楚 那當有這個情形的時候 才能進一步去提出說 我這個結果最後是不是可提出一個 實質上的一個證據 來 support 我這個藥物 或者我這個治療 它本身的 effectiveness的一個效果 所以整個臨床試驗的報告 必須提供足夠的細節 對於研究的設計 執行 分析 去影響這個臨床評估 跟決定這些是不是這個 有足夠的證據 這是一個法規上的規定 那法規上的規定 這一點是非常嚴格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可以想像到 當一個藥的研發要上市 有多少的利益衝突 譬如說競爭的對手 然後消費團體 並有團體 還有相關的人員 想要分一根根根根的一些人 對這個藥出來 你如果沒有一個足夠百分之百的證據 跟百分之百的信心 你其實是很難說服自己跟大眾 所以相對來講 在臨床試驗所有的很多的過程 所謂study activity 變成是一個蠻重要的部分 不幸的 當大家在看 protocol 的時候 或者看 paper 的時候 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我們在整個課程設計 如果大家看到剛剛劉老師講的 我們在後面 大概第三分之二的地方 就會談到一些 像我們的 study activity 的活動 documentation 的保存 還有像 monitor, audit 這些相關的部分 也是要來保證 我們整個臨床試驗裡面的 quality control 跟 quality assurance 的部分 那臨床試驗整個在執行的時候 那臨床試驗整個在執行的時候 第一個當然還是跟我們一般做 research 的概念一樣 Define a hypothesis Define a hypothesis 那這裡面包括所謂的觀念性的假說跟操作性的假說 這個細節上我這裡就不細說 主要觀念性的假說就是說講一個比較 general 的概念 可是操作性就是把你的暴露 你的治療 你的特定的 outcome 跟你在哪一些樣本 你要follow多久 這個時間把它講清楚 那我剛剛提到 Writing protocol 是一個 Bible 當已經寫好 protocol 的話 就不能去改 如果要改 就必須follow一個法規上 用 amendment 方式去修改 那執行臨床試驗的時候 其實就是跟我們一般 在 protocol 裡面交代的 譬如說 patient recruitment 治療 跟 outcome 的 assessment 再來執行的 coordinator 跟 organization 跟 monitor 然後 data management 的部分 那 data management 的部分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其實我們後面有機會的話 跟大家講一個最近這兩年 在日本產生一個很大的一個醜聞 就是 Kyoto Heart Study 的一個醜聞 它就是說 在一個三千多人的一個大規模的臨床試驗 去比較一個新藥 跟相對其他的藥的一個結果 就是一開始的 paper 寫得非常 就是非常的好 就是說相對於其他的藥來講 這個新藥 這個藥可以確實減少心臟病 腦中或什麼減少很多 所以後來很多大期刊 很多都得獎 然後那個廠商的proper 就躺著幹就好 因為它的proper 就是藥廠的那個業務代表 我們講MMA MEDICAL REPRESENTATIVE 就是那個醫藥代表 就躺著幹 因為大家看到那邊的table 就知道說這個藥很好 就發現有人去complain 這個complain是一個統計學家 這個裡面很多有趣的故事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試一下 去complain以後 他們去調查 就發現 因為一開始三千多人 那個大概是十年前的data 所以他們正在執行的時候 這兩年去執行 發現針對一個site裡面 三百多個人 兩條 survival curve 在如果從那個 它最後分析的curve 是兩條是分開的 survival curve 是分開的 表示新藥是比較好 survival比較高 結果如果重回去調查 它原來的最原始的 documentation 上的兩條線 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那個spine 就withdraw withdraw 那個老闆 那個PI 鼻子摸一摸就得 那個磁子 所以很嚴重 其實重點不在於這個磁 重點是它所有資料 就不能用了 那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問題 你花了那麼多錢 然後你花了那麼多心思 結果你的結果 paper是withdraw 所以這是一個 很嚴重的浪費跟傷害 所以protocol的執行 特別在data management部分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我們在下次有機會 上課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 那分析 絕對絕對是大家 來這邊上課 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因為其實領導試驗裡面 有很多很多跟統計有關的 一些分析的部分 包括怎麼做描述性統計 怎麼做depart hypothesis testing 然後effet size 然後真正執行的一些細節 那這部分我覺得 我可以跟大家拍胸脯保證 大家一定可以說過很多很多 就我剛剛講的 你其實學完之後 甚至這些例子 你都可以拿回去 用在你自己的研究設計 然後最後做一個結論 當然要publish在科學的期間 以submit到法規上的規定 那這兩個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你整個study做完以後 你要送回法規上的要求 那個是為了要禁要 可是事實上相對法規要求 跟科學上的paper的要求 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剛剛已經很簡單的講過 這個是中文的概念 這個剛剛已經都整個講過了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一下 臨床試驗是針對人類 我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 以前瞻性了解各種不同的 處置的效果跟價值 它是一個goal standard 我一直強調它是一個黃金標準 那科學方面的研究強調的 就是隨機指派 那我不曉得各位學統計的同學 或者說以前在學統計 有沒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有人很radical的 就是很講很大聲的講說 所有的統計 都是不可信的 唯有臨床試驗的統計才可以信 因為譬如我們在做統計 不管我們做T-Test 做Regression 或者跑開Square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假設 就是所謂的IID Identical Independent Distribution的概念 你有這個假設 你才能一起做 那當然如果不是IID 舉例來講它是Famous Data 或Repeated Major 那當然這些簡單統計 一定不能用 所以我們必須要發展什麼GEE Mixed Model去處理這些問題 可是事實上 IID這個概念 其實我們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Case Control Study 我們的Core Study 難道是一個真正IID的分布嗎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而且我們都知道說 嗯不太像 為什麼 因為其實會來我做做研究的 一定都不是Independent來的 可能就是說 比如說我打電話啦 我的助理很認真 他就Core Coe 就讓這些人來做Study 可是只有臨床試驗 他進來之後 透過一個隨機指派的過程 讓除了我給他的Exposure 我給他的治療與否以外 其他的分布 可以是一個隨機的 這個分布的狀況之下 我能保證我這個X 這個Treatment與否 是一個真正的 這個真正的檢定 這個才是我相信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講隨機指派 會那麼強調 這個臨床試驗的進行 可是當然也不是說 那我們就不用學 其他的Case Control Study 或Core Study了 那這裡面因為Quindle Trial 它有它一些重要的 的一些限制 那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再講一下 那法規上的要求 我們剛剛提到 一定要排除本身 因為吃藥之後 有時候病人自己會好 舉例來講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聽 像有一個研究 它去證明 某一個行為的治療 譬如說快速跑步 它會降低血糖 所以它就收集一堆人 在一個時間裡面 讓它跑步 發現兩個小時後 血糖就下降 所以它做一個結論說 運動 快速運動 以後它就可以降渡血糖 可是當這個結果給你看的時候 有一個Communcy 血糖如果它不吃東西 就會慢慢下降了 這需要是跟這個運動有關嗎 不知道嗎 因為它沒有控制度 所以這個就是 本身疾病自然是有變化 沒有考慮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這個治療造成的 那種種的這些議題 所以在臨床試驗 如果你有學過流病 你在看臨床試驗 非常簡單 可是也不是所有的人 都一定要學過流病 才能來看臨床試驗 特別是我們這裡有很多生技的 還有這個biology的 跟藥學的 這個雖然沒有學過流病 是沒有關係 那在座有很多我們流域所的同學 那這個部分我想對你們來講 又更加容易 因為裡面已經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了 那這個是劉老師的教科書裡面的 這本書裡面的一個內容 它在整個臨床試驗進行的時候 它包括迪胖墓地 Portocol血作裡面的一些相關的要求 這個其實是我們在剛剛在Portocol裡面 有交代的這些內容的過程 那包括像一些法規上的規定 或者像IRV的要求 還有Cast-report的執行 還有這個深圳執行在做的這些事情 它後面都有一些相關的人員要去負責的 好 臨床試驗其實它是有很多相同不同背景的人來進行 那這裡面包括我們常用的叫pi pi叫principal investigator 那pi的話在臨床試驗裡面 傳統是由MD來執行 可是是不是除了MD就不能一樣 可以的 譬如說你是護理人員 你要去執行一個護理照顧 或者是你是復健師 你要去執行一個復健的計畫 你就是pi 你就是pi 那如果藥物的話 當然就會以MD的背景為主 那pi以外 在臨床試驗不會只有個pi 那就會好幾個 那其他我們就叫co-pi co-investigator 或者co-principal的pi 那在做執行臨床試驗的時候 錢從哪裡來 錢從sponsor來 那sponsor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其實是指 我今天去藥廠來找我做臨床試驗 譬如說我是一個pi 那臨床試驗藥廠 他要執行一個新藥的臨床試驗 他來找我談 我們就談 談的時候 這個找我談的這個藥廠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sponsor 那有 可是我們這種sponsor的計畫 我們叫sponsor 引醫學的臨床試驗 這個我想大家直覺上是可以接受的 那這個其實就目前來講 在confit 或者說我剛剛講finance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outbreak 都是這些所謂的新藥仗式的議題 不過有些議題其實你找不到sponsor的 可是你認為重要 那我就會寫一個protocol 可能跟這個科技部 或者可能跟衛生福利部 就是我們的衛福部 或者跟相關的單位去申請經費 行政院申請經費來做 那這個時候 對不起 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sponsor 有沒有廠商 沒有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必須傳統 那這個時候問的是誰呢 就是衛福部或者是國科會 就是衛福部或者是科技部 因為你跟國科會申請 科技部 國科會現在在科技部 科技部申請 那這個sponsor就是科技部 那這個我們叫做 investigate 引力學的臨床試驗 好 所以臨床試驗分成兩大 一大人是sponsor引力學的 一個是investigate引力學的 那哪一種是好做 當然是廠商給你的好做 因為它什麼都準備好了 可是哪一個學的才多 當然是PI引力學才會做學的多 可是你就想到說 如果是PI引力學 你從頭到尾都給你自己來 好 這個時候就要上這個課了 要不然你就沒辦法自己做了 因為你不曉得自己做 要做哪些事情 那另外在臨床試驗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叫做CRA 這裡的CRA 它的全稱叫 Crinco Research Associate 簡單來講 它就是做 另外一個名字叫Monitor Monitor的 就是執行在做監測上 在臨床試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CRA 那CRA基本上是由Sponsor出錢 可是它Independent 來做這個臨床試驗的這個Monitor的工作 所以它的對象是 醫院裡面 就是不同Site 我們有一個名字叫Site 或者叫Center 不同的Site 譬如台大院要進行醫院 台大院就是一個Site 那高雄長庚要執行臨床試驗 高雄長庚就是一個Site 有時候講Center 不過我講Site Center都可以 大家知道就好 那CRA 就要負責去執行 譬如說這個Tri 在好幾個Site去做的時候 它就要去看這些Site 進行的情形 這個叫CRA 那另外的話 就有Institution Approved 就是在Site裡面 需要一個IRV IRV就是人體試驗委員會 或者我們叫倫理委員會 就是IRV IRV 大家對於PI來講 不熟的人都會覺得它是一個太上謊 這是錯誤的觀念 IRV其實它本身 當然直覺上它是在保護病人的 不過相對來講 其實IRV也是保護PI的 這點很重要 因為大家在執行這個IRV IRV在申請案件的時候 它必須要顧到這些可行性 還有這個病人的隱私權益 還有種種一些科學上的考量 所以IRV是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的話 PI 臨床 Monitor 這些東西都會有重點 那我們在做臨床試驗的時候 會有一個叫做Study Statition 統計分析師 統計分析師 Study Statition 那這個Study Statition 是Overhead Overview整個Protocol裡面的 很多跟統計有關的議題 那包括它的hypose的設定 Sample Size的計算 然後統計分析的進行 其中分析的其中 還有一些Data的一些處置的方法 那它下面會有一些人 如果說這個是一個大計劃的話 要來處理這些細節的部分 那另外到時候在成立這個Data Manager的部分 也會有些統計的意見會進來 所以這個部分就很重要 那我們很快地看一下 再來半個小時 跟大家講一下臨床試驗的一些歷史 那早期歷史大概都不太需要講 因為這些大概都是非常老的故事 譬如說在舊約裡面 當然就是那個舊約故事裡面的 聖經舊約裡面去提到就是說 讓這些猶太人 那時候應該是在中東的這個地方 不是中東 就是那個博士那個地方的一個地點 那去提到說這是一個臨床試驗 那其實臨床試驗的歷史其實跟食物是很有關係的 食物的關係 譬如說早期的話 因為食物的假照 譬如說這個早期的假照 在13世紀 這個有一些 因為污染的食物 或者是添加一些不正常的食物造成的 所以對於食物跟醫藥的安全性跟quality 做一些規定 那這個規定 那事實上在整個藥物的發展裡面 美國方面的經驗是很多 所以我們很快看一下 那臨床試驗的歷史 包括像中國講說神龍長百草 這個神龍 不過因為這個我想都不可考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有什麼重要的情形 那早期我想大家學microbiology 或者說學醫學歷史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像18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是航海階段 英國的船醫 就是Lind Lind就是在船上 讓他準備很多的柑橘 讓這些士兵或者是船員 可以吃維他命C 就是因為柑橘裡面有維他命C 可以避免它發生敗血症 應該說Scoopy 這個不叫敗血症 這個叫壞血病 壞血病的這個 我想這個在歷史上 大家應該多少知道 像Gener去發明牛痘的疫苗的注射 另外在18世紀末期的時候 開始有所謂的shame procedure shame procedure 就是說 他有去開可是真的沒開 這句話有點衝突 不過其實在臨床試驗 特別是在有關的device 或者是operation的話 他們會要求要做一個所謂的shame procedure 那在18世紀 19世紀中期 19世紀我想是整個西歐文明快速進步的一個階段 包括很多的文學 藝術 音樂 還有這個繪畫 19世紀是一個非常熱鬧的階段 當然臨床試驗的一些發展 包括像這個對病人的描述還有這個議題 那這裡面提的就很多跟英國有關 在19世紀的時候 像英國的pracebo 就是強調pracebo 然後physio 我想大家對physio 應該是舒緩起敬 這個是我們F-test的這個老實組 這個是20世紀 20世紀中期的 初期的 是英國的這些 像這個統計學家 像皮爾森 Fysio 還有這個 Gorton 這些東西 那Fysio 它做實 強調用這個 去評估這些動物 這是實驗上的一個概念 那在30年代的時候 包括UK的MRC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去開始進行做一些臨床試驗的議題 那如果大家 這裡沒有提到 如果大家有聽過那個Cochrane Cochrane Library 應該大家聽過有一個 Metanism 重要的一個資料庫 叫Cochrane Library 那Dr.Cochrane 他其實是英國的一個醫師 上次如果大家有機會 可以跟杜老師聊一聊 他在我們的那個 公共衛生觀點掌握裡面 就講了一次的課 就講這個Cochrane的這個來源 那裡面就提到說 Cochrane其實當初 應該是第一次來第二次大戰的時候 就是變成軍 就是被德軍俘虜 那德軍俘虜之後 就被送到那個 送到希臘的一個地方去 結果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俘虜就吃得不好 那就很多人就有一些疾病 那他就試著好像找了一些東西 讓這些人可以吃 那好像有 所以號稱是一個 最早的臨床試驗 就是在Cochrane 所以他回去就去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執行 臨床試驗的一些概念 所以Cochrane變成是 在英國歷史上 或者在整個目前在講 Evident Base上 很重要的一個 Landmark的人物 這是Cochrane 那這裡面其實還有別的 那當然我們會提到 像這個二次大戰很重要的一些 非人道的這些實驗 所以在1946年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有所謂的紐倫堡宣言 那紐倫堡宣言 後來再發展成 譬如說要要求去注意 這個病人的權利 包括病人的隱私 病人的權益 還有一個平衡原則 這個我們待會都會很快 跟大家講一下 那當然六四年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赫爾辛基宣言 這個我想大家應該都聽過 赫爾辛基宣言 千萬七九千都新的版本 不過最重要它的概念上其實就是 強調對病人的權益的一個保護跟尊重 這個很重要 那1960年代開始 像有IRV的這個 IRV的這個單位的要求 那另外還有這個 FDA要求的一些相關的情形 好 那在這裡 就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就差不多了 那再來我就花了 大概十分鐘跟大家講一下 在美國整個對於那個 臨床試驗相關的這個歷史眼鏡 那一個提醒很重要 食品跟藥品 其實在早期是不分的 所以當初FDA在成立這個單位的時候 其實他們一開始 其實很多都是要去討論 要去預防這些假造的 偷偷進口的 還有沒有合法的這些食物 譬如說在19世紀的時候 美國的有一個法案叫做 Drug Importation Act 那另外的話 20世紀初期有一個 Biological Control Act 那其實有一本書 叫 Duke大學 Duke大學他們出了一本書叫 A Horse's Named Gene 有一隻馬叫做Gene 這個馬叫Gene 有一本書它就這樣 那這個裡面的書 其實我也是有 我以前把它列在Reference 這次沒有列 那最主要是因為 它就提供一個Working Menu 它就把 它是Duke大學的一個操作手冊 把臨床試驗進行了裡面的細節當中 那其實這隻馬 當初就是裡面提煉出來 才來做抗白猴的 Antitoxin的馬 那當然我現在看白猴 我們大概都不太會看了 不過這個大概在20世紀初期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 所以整個臨床試驗裡面 特別跟Antitoxin 或者Vaccination方面的發展 事實上最近 其實有很多很新的這個進步 和發展 所以我們這堂課 Overall來講 比較大眾的 會還是以藥物為主 可是其實藥物以外的 有很多新的發展 譬如我剛剛提到 大分子的這個Biosimilarity 的Drug 或者是像這種 所謂的Vaccine 或者是新的這個Target Seraph 就很多發展 我想原則上 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最早期 20世紀初期的時候 最原始的FDA的法案 其實是為了要避免 這個週與週之間 去傳播一些不正常的Bread 這本來是Gucci 然後你換成Gucci 反正就是說 這種假照的情形 或者是一些假照的食物 藥品或飲料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 再早期就有 那31年成立FDA 那成立FDA 其實是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第二其實當初在芝加哥 就是說當初其實是芝加哥那邊 類似一個為了要照顧 當初製造這個藥品的 這些功能的一個概念上成立的 當你去製造過程裡面 如果這個功能 本身並沒有被保護的話 那這個不行 所以也是慢慢的 有這種觀念去發展出來 所以這個其實是 有它很有趣的背景 那32年其實在戰前 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或者是一個很慘痛的經驗 就是所謂的Tuskini The Study of Untreated Syphilis in the Negro Male 這裡我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在座除了MD 或者是Health Propulsion的人員以外 絕大部分不管是統計 有病或者是生物科技或者藥學 你們可能 藥學當然沒有問題 藥學病 藥品應該記得很多 不過可能會遇到很多很多的病的避免 那這個無可避免的 因為你是在跟Medicine有關 所以在你很多未來的career裡面 而且我們在上課裡面 一定很多很多的可能是藥品 藥品可能就當作藥 就反正不知道什麼藥品 就知道藥就好 可是很多很多的病 還有很多很多的 跟醫學有關的名詞 那我跟大家強烈的建議就是 如果你看到一個名詞 不會 沒關係 你把它記下來 你下次常常看 你就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像我們這裡講 Tuskini 這是美國的一個地名 它Syphilis 它是指美毒 那Negro Male 現在這個字是不能用的 這個是講美國黑人的男性 這個字實際上是早期才能用 因為這個字其實現在是充滿了政治不正確性 不過大家知道 這個是一個study 那這個study其實是一個很慘痛的經驗 什麼意思呢 那時候在36年的時候 在美國去執行 去收集那些比較窮的黑人 它是所謂的晚期美毒的病人 美毒如果大家知道 它會分早期中期的晚期 晚期的話 最主要是已經造成心臟病 還有腦部方面受損的這個嚴重性 還有210個男性來當作control 那這個control當初在做這個臨床試驗室 跟他講說因為你的血液不好 所以並想要來繼續追蹤 所以他就 他並沒有跟他講說 因為是你是晚期的Sivris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問題出在 就是說即使50年代 那時候Pensicillin 是對Sivris有效的這個治療 已經上市了 而且可以用了 可是這些人並沒有被 付這樣的一個治療 所以造成一直到70年代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這些 沒有治療的Sivris的cause 可是這個就是Sucrified 這些已經得病 他本來可以得到治療 而沒有治療的這些人的過程 那其實臨床試驗這一點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說當然這個科學上 是很難得的經驗 你可以看到一組人 他因為Sivris的感染 就是梅毒菌的感染 他後來變化 可是事實上他在某一個時間 他事實上可以得到治療的 可是因為當初的判斷 並沒有得到治療 讓這些人去搜索 他就delay他的治療 這是一個非常不能允許的哲學 不是 這是倫理上的考量 那另外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譬如說37年的時候 那時候就因為吃了一個假藥 或者說食物添加藥 就造成很多人死掉 所以在38年的時候 有FDA 那時候叫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去讓FDA有這個權力 去對這個安全性 以及擁有幫忙 那當然我想二次大戰的納稅 對猶太人的傷害 那一直講說 譬如說日本在中國 有自行成81部隊 這個的情形 這裡面 至少在納稅的這個集中營裡面 有提到像Oswijk跟大邱 這兩個 針對這些猶太人做了一些 像stallization 就是讓它沒辦法生產 Euthanasia 就是安樂死 或者是exposure to temperature extreme 讓它在很高很高的溫度之下 或者很高的溫度之下 或者是像給它一些Bacteria 一些Bacteria 或者是一些Untested drug 去看看這個效果 如果單獨從科學上的 知識上的研究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難得的經驗 我們其實從來不知道說 當一個人去暴露到這些 我們沒辦法想像的環境 會怎麼樣 單獨從知識上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發現 跟很大的研究的議題 可是事實上 是不被允許的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並沒有遵循它病人的同意 你並沒有仔細的告知 所以也是這個東西 在戰後 我剛剛提到的 紐倫堡的這些戰犯的拆 裡面去有一個很重要 在戰後 有個紐倫堡的宣言 這個紐倫堡宣言 裡面提到很重要 在執行生物相關 在人類實驗上有十個準則 這個概念上就後來發展出 我們在做研究實驗上的倫理 有一個很重要的準則 的prototype 就是它的原型 另外在60年代有一個很有名的 就是沙利豆麥 沙利豆麥最近這個藥 就是所謂海豚 那這個藥 其實一開始它是德國 如果大家對這個有興趣 就是這期的台灣醫界 有一個中研院的一個PhD的學生 有寫了一篇 有關沙利豆麥的這個故事 還蠻好看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 那它的悲劇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藥在60年那時候 開始發展的時候 在歐洲 好像是德國那邊開始做的 那因為它開始對那個發展的時候 第一個很便宜 而且沒什麼副作用 對那個止吐或者是噁心感 很嚴重的人非常有效 那我們都知道 早期產婦最痛苦的症狀就是 心不舒服 所以那時候 用在這些產婦身上 發現很不錯 所以那時候這個藥 就開始要全世界大量的擴張 可是在美國 就有一個美國的女醫師 當時她FDA 她覺得這個藥 安全性 特別是Neurology 她那時候其實關鍵 是Neurology的問題 神經學上的這個Diffel 好像還沒有很多證據 所以那時候就一直打 還沒有讓她在美國上市 結果後來這個藥在歐洲上市以後 就發現說有很多孩子變成 所謂的海豚兒 海豚兒 就是英文叫做Focomeria 就是小孩子出來 真的很健康 可是沒手沒腳 就是那類似大家知道 那個物體不動 那個物體不滿足 就是她沒有手 或者沒有腳 那就很嚴重 因為小孩子很健康 可是她就是沒手沒腳 所以後來當然這個藥就停了 停了以後回來再看FDA 所以FDA一直把這個 當作他們的驕傲 因為美國事實上是沒有進口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安全性的問題 這個 不過沙伊豆麥後來有些新的發展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細講 因為他們對於那個癌症 它的一些效果 這個部分 也是因為這個東西 對於沙伊豆麥這個 因為它對胎兒的這個影響 讓大家意識到有很多很多的這些 對於安全性還有這個效果 一定要再特別的考量 那特別是我想 柴契爾夫人大概從上任以後 其實全世界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消費者法案的問題 消費者法案 讓消費者有權力去保持安全 被人告知以及選擇 以及被聆聽 就是他的意見 要被專業的人員聽得到 所以這個消費者的觀念 其實這也是衍生 我們現在很多人的 育病關係的這個精神 所以其實我們目前為什麼 這個育病關係的這個調整 或者說有很多的這個 其實也是這個時代上的產物 那賀爾新西宣言 我想很多的MD的同學 都應該都很清楚 這個是世界醫學會裡面去提出 對於我們在做人類治療的時候 就做在人體上面的一個 倫理上的考量 倫理上其實在整個 當然是一個非常核心的議題 那research有research倫理 公共衛生其實有公共衛生倫理 都不太一樣 舉例來講 我們公共衛生 其實講的倫理是 譬如說我們 譬如說舉例來講 像伊波拉在爆發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能夠限制這些 從災區出來的那些人民的自由 這樣他一定要再加自主管理 這是限制他的權利 可是為了保護大眾 所以這個是有關醫學倫理 就是公衛倫理的一些議題 那FDA慢慢的就把這些相關的 主要是70年代80年代就有 這個我想我這部分就不用細講 那在美國有一個很重要 在79年的時候 叫Bell-Mod report 那這個就是等於說 美國相關的這些research 針對這個臨床試驗 或者臨床研究的時候 應該注意的一個report 那這裡面提到 三個很重要的 基本的倫理的原則 第一個 對病人的尊重 包括病人的decision 病人的protection 要有足夠的尊重 第一個尊重病人 第二個是利他 Benefit 我們做任何事情 是對病人有幫忙的 Beneficence Obligation to do know how 就是說 不是絕對要有責任 不要對病人過多的危險 那如果有 那必須把好處放到最高 壞處降到最低 這個是第二個原則 所謂的Beneficence的原則 第三個是justice 正義原則 justice如果是學公衛的話 我們第一堂課都在講公衛 就是在講justice 不過justice說真的很難 論正義 那羅琳的我們的書 或者說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去看三的 就是哈佛的一個open course的課程 就是論正義 他有出一個書 裡面都提到說 其實這個justice 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那我們在講公衛生 或者是講這個健康的議題的時候 justice指的就是要公平的 合理的去把臨床結果的bred up 跟benefit 有適當的分佈跟了解 這三個原則事實上是 目前我們在做醫學倫理上 很重要的原則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這三個原則的精神 那在美國其實相關的一些法律 我想我這個部分就不細講 因為這個跟法律上有關 那從80年來後起 就開始有一些新的 譬如說孤兒藥的法案 孤兒藥的法案 就是一些特殊疾病 可能在全人口裡面很少很少 可是它一旦有 那當然有藥發展的時候 政府就必須有一個法律來保護它 那我舉個例子 像我們高脂血病人 很多人膽固醇高 可是有種特殊的就是 它是隱性的加度性高膽固醇血症 那它的基因兩個剛好都是突變 所以我們一般正常膽固醇 在200以下 200左右 那如果有一個突變 大概會變400到500 那兩個都突變 就變800到1000 那很嚴重 那十幾歲就死掉了 那這個 可是大概是千分 大概百萬分之一 所以台灣的話大概頂多20個 好 台灣就大概20 因為百萬分之一嘛 那這麼少 這麼有 有沒有碰得到 會的碰得到的 那怎麼辦 所有的藥都沒效 為什麼 starting 因為它本身 會使得那個機制的關係 所以一般我們常見 這樣的膽固醇也沒效 所以這些病人 以前就只能用洗腎的方式做 因為把膽固醇洗出來 就沒辦法 那現在就是有些新的藥 可以 它就是用這個 oven drug去apply 有過一顆台幣3萬塊 所以你一年就吃了1000萬這樣 這個oven drug 可是要不要發展 要不然這些人就沒辦法 沒辦法survive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那再來就是1988年開始讓 FDA有比較足夠的power跟要求 那另外的話 如果大家有興趣 像骨科 心臟科 很多科都有一些醫材 那這個醫材在台灣其實也漸漸越重要 像剛剛劉老師講的 我過年前剛好去高雄長庚 去做一個inspection 或一個醫材的這個臨床試驗 那這裡面其實就裡面可以發 那CDE他們其實有一個醫材組 他們的醫材組的組長 還有那個他們也一起去看 所以其實醫材在臨床試驗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慢慢去做我們做研究 那我們ICH這個部分我很快講一下 就是我們會非常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全世界在早期的臨床試驗 其實各國為政 大概比較有系統的像美國 可是美國的藥歐盟不一定比它 那亞洲的話日本是最大的市場 日本的市場是非常大 大家有機會去日本 晚一晚就知道那個電視 或者藥狀 藥一大堆這樣 那何況是那些需要處方的藥 所以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很大的市場 那一個直覺說 如果這個藥已經在美國上市 FDA同意的 歐洲需要再做臨床試驗嗎 日本要再做一次嗎 台灣需要再做一次嗎 好 如果你是法規當勞 你當然說要 要不然我怎麼知道這個藥對我來講 有沒有當勞 對不對 因為那是美國做的 又不是我們做的 所以這個就有這樣的一個衝突 那如果這個藥真的有效 你要做很多臨床試驗 或者要足夠的simple size來做的時候 那耗死耗人 那你做少少的也不夠power 對不對 少少的如果只做二十個三十個 你說這個藥就有效 你也看不出來 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透過一個叫做 那個ICH的概念 它的全稱是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ormalization 這是二十四九年代那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藥界之間的一個 agreement 它把整個臨床試驗裡面 很多的步驟還有細節 把它變成法規 變成一個條文 讓各國回去 follow這個條文 去形成自己國家的 GCP的法規 像我們台灣 我們會活一堂課跟大家講 GCP Good Clinical Practice 其實就是 based on這個ICH的概念去成立的 那裡面的相關的規定 或者就是跟國際一樣 所以當如果這個藥 在台灣做的資料 它就可以歸納成整個 在一個global的市場去弄 那我想globalization 其實不只在food 不只在製造業 其實藥廠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 請求一個標準化 去減少或者去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重複的測量 跟重複的檢定 能夠早一點讓適當的病人 有一些可以用得到的機會 不過相對來講 也是要去做一些各個地方 做的一些調整跟政策 那91年開始就是去做一些 相關藥物的快速發展 大家聽過這次伊波拉的事情嗎 伊波拉在三個月前 還是鬧得沸沸揚揚的 有人那時候預告說 伊波拉應該會讓 每天會有幾萬人死亡這樣的機會 不過還好那個預言是錯的 因為至少現在伊波拉已經下來了 那不幸的有一個臨床試驗 有一個藥物 就是在動物實驗上 可以殺死伊波拉病毒的 本來要打算開始要做臨床試驗 也因為沒有病人了 就暫時停了 所以有時候臨床試驗還是真的 有時候還要看老天爺 賞不賞臉 賞不賞臉 如果病人一直很多 他那個臨床試驗就可以做得下去 再來就是有很多 Live Treating of the diseases 譬如說大家聽過以前 911恐怖風紀之後 那時候美國國土安全局 一直很擔心這個什麼 國土安全局 一直擔心恐怖風紀 Biotericism 那時候最常被拿出來講的就是 像那個天花 因為現在全台灣 全世界人 天花病毒已經都不見了 唯有的可能是藏在那個 P3實驗室或P3 Plus的實驗室裡面 大部分都沒有 可是如果恐怖風紀去拿出來 然後做成那個病毒 那少 那每個死了一大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身體都已經沒有那個 天花病毒的抗體了 知道意思嗎 所以為了這個東西 那個FTA 那個去設計一個 一個Vachine的方式 那個Vachine是非常老的 Vachination 我們現在最方便的 像沙克疫苗 沙冰疫苗怎樣 喝一下或噴一下就可以了 或者頂多打個針 可是那個是有 六七個不同的Punch Punch 才有的 那個應該很老了 可是要不要做 要 為什麼 因為真的 如果真的是恐怖分子 真的來做生物攻擊的時候 那你要有這件事情 那誰是第一線 醫護人員是第一線 所以這個就是 要去加速一些 新的Life Treatment 那另外還有一個背景 就是那個HIV的樣 HIV的樣 HIV其實從80年代開始 在美國被identify出來之後 因為早期的死亡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很多相關的這些 那個消費團體還有病人團體 就去要求 就說FDA要加速這些治療 HIV藥物的研發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它的很重要的歷史背景 那另外的話也很有趣 就是說smoking 戒煙 把這個戒煙 把煙 把煙 當作一個device 那如果用device 很嚴格 所以這裡面就很多故事 跟大家講 那另外的話 97年開始有一些新的法案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大家 那當然在後來 像基因治療 基因治療最近終於有一些potential的曙光 其實在21世紀早期 基因治療早期是失敗的case很多 甚至造成mortality 那一個臨床試驗一旦失敗 一旦造成病人的死亡 那去查一定是到處都可能有一些問題 所以就變成說有一段時間 事實上這個基因治療是非常不被看好 不過慢慢的現在有一些新的方式 包括像IPS 大家知道IPS嗎 就是那個inducible的pleotrophic stem cell的這個治療 也陸陸的開始有一些新的發展 那特別是大家知道像眼睛有一個 那個眼底退化的一個 造成眼睛視網膜失敏的疾病 最近台灣台大跟這個藥廠 已經有一個contract 希望來針對這樣的病人 來給他做一些基因治療的方法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些曙光 那當然最近的很多很多的藥 我跟各位講真的會出問題的都是藥物上市 就跟我們在寫paper一樣 寫paper重點不會是paper之前 你publication之後才會開始有問題 因為人家就會去complain或去批評你裡面上面的問題 結果一插出來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coto hard study 它的paper就做了 好 但是藥物也是一樣 藥物臨床試驗其實就跟剛剛講 臨床試驗它基本上是從benefit的原則去做的 所以它在做design的時候 是去做design philosophy來講 是這個藥是相較於其他的藥 或者沒有治療 或者其他傳統治療 是有幫忙的 所以它在算sample size的時候 是根據它的efficacy算的 或者efficacy算的 這個efficacy、efficacy都是對病人來好的 第一個你philosophy上 你不可以去算說病人是risk的來算 會增加它的risk 所以可是問題是要下去一定有副作用 或者有一些不良反應 所以這個也就是剛剛劉老師講 我們為什麼需要一堂課跟大家講這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一般的臨床試驗是看不到足夠的power 去test它的不良作用 不良反應的這個能力 沒有足夠的power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一定要蒐集更多的study 或者做meta-risis 或者做所謂的postmarketing的surveillance 就是face-4的臨床試驗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很多很多的藥就是從face-4開始 就發現它有附中回收 然後被告 然後就很多很多法律糾紛 所以做藥廠的人也要小心這一招 所以難怪藥會越賣越貴 對 因為以後的保險費都是大家開給它了 這個是沒辦法 那我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quingal trial registration 就是說目前做的臨床試驗都必須事先做登陸 那你還沒有稍…就是通過之後 還沒有真正完成之前 你都必須去做登陸 那這個登陸 為什麼這個登陸系統 其實概念上是從大概 就是之前有個anti-depression drug的問題 什麼意思呢 簡單講就是說 藥廠它去花錢做了很多 某一個anti-depression的臨床試驗 去做的時候 它就有的成功 有的失敗 或者有的沒有意義 它就只發表成功的 所以讓讀者或者讓臨床醫師或讓病人 以為這個藥都是成功的 結果真正去查 才發現沒有成功的 失敗的沒有發表 那沒發表 它出錢 當然可能不發表 那你也沒拿它合合 它也沒違法 這個叫社會觀點不好 可是沒辦法 你就是沒有辦法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這些大的雜誌 像NGM 加碼這些大的期間 那現在已經變成一個norm了 就是說要求所有的臨床試驗 當它來寫寫 paper 的時候 它必須有一個登錄的訊息 讓人家知道說 這個當初是當初怎麼設計的 好 這也就是我這裡講的 Quindle Tries的 registration 那實際上我剛剛提到 Quindle Tries.org 這是NIH sponsor的 那像我們臺大 所有的IRV通過都會建議到這個網站 其實還有兩三個網站 不過這個網站是用的最多 大家有空上去看看就知道 它就要求就是說 你要去做登錄 不過最後結果成功失敗 你要登錄 如果你沒有登錄 即使你後面成果很成功 你沒有登錄 對不起 我們不堪 就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你不堪的話 那到時候你怎麼申請 說這個要做得很好呢 所以也用這種方式 它並不是處罰性的 它也不是獨斷性的 它是自願性的 可是它就要求你一定要做 因為萬一你最後沒有成功 至少就有個紀錄 那沒有發表就沒有發表 沒關係 人家一查 查得到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做登錄 這個就很重要 另外還有一個最新的問題 叫Gast Writing 鬼靈寫作 臨床試驗裡面 你去看臨床試驗 第一作者都是大PI 某一個medical center的大老闆 或者每一個醫院的非常有名的大教授 這樣 可是這裡面很多內容 其實很多都是代形 所謂Ghost Ghost 就鬼 Ghost Writing 它其實是找 譬如說是廠商 或者是快寫手幫他寫的 可以有通過敏 這個最近也是被批評 當作一個批討論的議題 那當然更不用講說 論文偽造 或者說代工總統的問題 不過你就知道說 其實因為這個是大家要升黨 或者要Promote 所以就變成有這些活動 不過這個東西請大家注意 這個事實上是非常不符合研究倫理的 那倫理我最後三分鐘跟大家講倫理 這其實就剛剛講的那三個言論 第一個尊重 第一個尊重 尊重病人的選擇 尊重病人的這個決定 第二個就是利他原則 而保護善良 而且是有益 而不能造成病人的傷害 第三個就是justice 分布性的justice這個原則 所以剛剛在講 貝爾美德就有講到 那倫理在臨床試驗裡面 怎麼來達到它倫理的要求呢 包括有一個好的research design 你的PI是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是你對於這個治療 知道它的好處 會遠比它的risk來得高 而且它有足夠的蒐集這些病人 那有一個infocent 那整個過程裡面 如果萬一有患生injury 有適當的保存賠償的機制 那對於 其實IRV在看這個東西的時候 最重要就是所謂的 這個valuable population 就是特殊的position 譬如說精神疾病的病人 小孩子 老年人 監獄裡面的或者學校的學生 或者是軍隊裡面的軍人 這些都要怎樣 聽話 或者它沒有很強的自主力 知道意思嗎 那這個東西 真正在做臨床試驗的時候 就要特別考量 那這個我們在後面再講 IRV階段的時候 就會跟各位提醒到 reliable population 那剛剛劉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大家在準備自己的protocolat的時候 需要把IRV information concern 這個IRV的送件的文件 如果大家看到IRV的checklist 這個部分就會變成 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這個每次因為我常常在幫人家審 或者我在送的時候 都會這個東西變得蠻重要的 好 這個是我應該最後一兩章篩的 臨床試驗實際的少量 是什麼 有一個字叫做uncertainty 或者我們叫做equipose uncertainty 不確定 臨床試驗是在回答不確定的問題 如果這是一個非常確定的問題 你千萬不能做實驗 因為這個就是已經被確定了 比如說我們講抽菸造成肺癌 你不可以去做一個臨床試驗室 讓病人去抽菸 這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沒有保護 而且是有害的 一個uncertain within the clinical community 就是說這個issue本身是uncertainty 那我舉一個藥物的臨床試驗給大家聽 譬如說我們在高檔骨醇血症的病人 在早期做臨床試驗的時候 他是選擇very very high risk的人 譬如年紀很大 有心臟病了 那我們要拿這個藥去test 他是不是可以減少心臟病的再一次發作 或拿中工的再一次發作 等這個做成功了 他再慢慢shift到所謂的 middle risk 就這個人可能有糖尿病 這個人高血壓 這個人可能是停經的 那我們就希望來看看說這個藥有沒有效 那如果又成功了 才會去做到說 我們來做 primary prevention 就是說一般的人 low risk來做 為什麼 因為一段一段是都有不同的議題 這個議題就是所謂的 uncertainty 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如果已經知道了 不可以做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第一個 那一定要考慮到 想到benefit 或者我們講 efficacy的時候 一定要想到risk 做臨床試驗絕對是一個天平 不會只考慮一方 如果這個一方是特別重要 譬如說臨床試驗 如果是做癌症的化療的藥物 我們因為化療會救命 所以我們容許副作用多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會救命 可是如果這個藥是不能救命的 譬如它是減肥藥或是免妝藥 對不起 我們不能容許任何的副作用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會 不會因為這個藥 而讓這個好處增加很多 舉例來講 這裡面就很多很多減肥藥 如果大家看到最近減肥藥 全部都在市場被FDA禁止 為什麼 因為它會增加一點點 病人suicide或者精神疾病的危險 那因為有這樣的危險 對不起 FDA考量到你不減肥也沒關係 沒那麼嚴重嘛 所以就一定要停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平衡原則 然後要強調這個病人的權利 還有這個confidentially的情形 然後足夠一個review的process 那我希望我們這學期大家 這堂課就能夠有一個好的議題 唯一我們應該下次會講到 不過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臨床試驗最重要 就是我下次要跟大家講的 這個realization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不過它相對來講 它是有很多很多犧牲的地方 它沒有像case control study 那麼好做 它沒有像coho study那麼方便 可是它有它的好處 可是有些很多研究設計 很多的研究問題 事實上沒有辦法 透過臨床試驗來回答 特別是跟很多 跟扭曲型有關的 是沒有辦法通知 舉例來講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 叫dash diet dash diet dash diet它是指一個 特殊的飲食的menu 它可以來降低血壓 可是如果你去看那個臨床試驗 它只看看 它大概做個三個月 就停了 為什麼 你要幫病人準備那些 diet 而且它看了只能看血壓 它沒辦法看到它有沒有死 有沒有住院 因為它沒那麼多錢 或者沒有那麼多的 而且最重要是它百貨局上 你要看到很多很多的治療 要到最後的event 其實有它很重要的gap的問題 所以實際上 我們在做臨床試驗 有很多很多要考慮 這個東西我會強烈建議到時候 在這學期裡面 多看 然後多想 然後有問題都跟老師討論 那好 我今天到最後事實上 就是一些revent 這個我想就不是那麼重要 那問題 那我們就上課到這邊 而且 謝謝 謝謝 非常抱張 還不太